如果你喜欢霍比特人和指环王相关书籍或电影中郁郁葱葱绿树成印的夏儿 以及在其中生活的霍比特人 那么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 无论你是否已经玩过或者是喜欢这种比较休闲的游戏 指环王夏儿传说都可能会让你玩得非常开心 我只体验了短短的20分钟玩了两个不同的存档 一个是游戏开始时创建角色后的存档 另一个是游戏进行到一半时的存档 经过这段体验之后 我的感受与我刚开始游戏时所期盼的一样 指环王夏儿传说将会是一款非常轻松且毫无压力的霍比特人扮演游戏 在这里你只需要把新食谱弄得恰到好处 就能在镇上交到一个新朋友 首先我个人很喜欢指环王夏儿传说的美术风格 它采用了明亮的色调 整体上给人一种愉悦的感觉 村庄虽然很大 但又不会让人感到压抑或烦躁 在这一点上 本作与另一款迷人的奇幻游戏 神鬼寓言中的金色面包线线索 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指环王夏儿传说中 当你在地图上标出目的地时 可爱的小鸟会每隔50英尺左右 落在你前方的栅栏或树枝上 用它们的绘 指向你应该去的地方 这是一个很好的无干扰提示 能让你一直专注于美丽的游戏世界 而不是不停地调出地图 配乐也如各位所期待的那样 温润悦耳 在试完过程中 我也看到了一部分休闲游戏相关的机制 比如烹饪与霍比特人建立关系 以及室内设计和建筑元素 从机制上讲 后两项最为简单 但也能让你随心所欲地打造自己的家园 在室外 我从花园里拿起一个浇水罐 在旁边的小溪里装满水 然后开始浇灌花园里的大量蔬菜 需要补充的是 这是那个游戏进行到一半时的存档 当时我已经在花园里种植了大量蔬菜 且涨世喜人 从这里开始 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重新安排花园的位置了 因此 如果你想在霍比特人洞穴的一侧 放置一片未受破坏的草坪 而在另一侧 把所有植物都塞进一个茂密的花园里 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与此同时 在房子里 你也可以对家具装饰等物品进行调整 你完全可以移动地毯 桌子 椅子等任何不属于地基的东西 此外 游戏还为玩家提供了诸多选择 你可以选择墙壁风格 比如木纹或是壁纸 你甚至还可以重新摆放桌子上的水果 书架上的书籍 烹饪是为此次体验中 比较深入的游戏玩法 霍比特人热爱美食 所以结交新朋友和改善 你与已经认识的霍比特人关系的最好办法 就是为他们做一顿饭 首先 各位需要获得新的食谱 在你从邮件中收到用餐邀请之后 这也是游戏向玩家发放任务的形式 收集所有正确的配料 最后在厨房里把所有的东西放在一起 A届来给备料 我曾经经历过一次比较复杂的烹饪过程 需要添加适量盐 以便为菜谱调到恰到好处的味道 总之 指环王夏尔传说完全符合我的期望 让玩家可以在夏尔度过一段 无忧无虑的轻松时光 这款游戏的背景设定在霍比特人之后 指环王之前 所以收复夏尔还很遥远 希望夏尔传说能尽早发售吧